CE2007卷2MC的第31題 這條是說有一架質量是M的車仔 就是一個30度的斜板 推動上去 而作用在車上高的摩擦力 就是車重量的一半 即是說摩擦力 摩擦力其實就是半個MG 我們就想一想 現在就是求平均作用在車上高的功率 如果車的速度是V 首先我們要了解 功率其實是等於力乘以平均速度 我們就要想一想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出多大力才能保持均速的上升 因為如果是上斜 除了要抵抗摩擦力之外 還要抵抗重力的分量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會有一個重力W在這裏 而這裏拆出來的水平分量 就是W size30度 W size30度就是 如果你不處理它 它就會令它向下降 而這個剛剛好 因為 size30度就會是這個的0.5 所以這個就是0.5個MG 所以車要出的力 車要出動的推動力 車要出動的推動力 其實就是要克服到這個MG size beta 和這個磨擦力 所以我們計算一下 推動力 Propeling force 英文叫做 Propeling force 將會是0.5個MG 即是抵抗重力分量 再加上磨擦力 而剛才說過磨擦力 都是半個MG 所以推動力需要的是1個MG 所以功率就會是1個MG 可以乘回平均速度 所以車的功率就是MG 答案就是B